民國106年9月23號 當年桃園市巴德區白鹿里 準備在12月舉辦第四屆藩薯節活動 為此時任里長和之鋼們 一大早就帶起斗笠傳起秀道 階級來到社區近2000坪的地瓜田 梳理地瓜藤蔓 要讓地瓜們長得又大又好 當年里長表示 地瓜已然成為里內的一大特色 因此希望透過舉辦藩薯節活動 發揚社區特色 它的面積的話 我的轄器有超過320公頃 但是我認為我這邊的話 因為農地比較多 沒有什麼建設 但是我這邊白鹿里這邊 它的往事素菜是很有名 我是說結合我們社區 還有我們白鹿里的環保事工 來做來種一些番薯 然後每年都來辦這個番薯節 今天種的地瓜 我們是台農57號跟66號 兩種品種 那目前這兩種品種 在我們市面上 那是最好吃的品種 當年白鹿里的番薯節活動 受到許多民眾的熱烈回向 因此當年里長也決定 12月在巴德元勝宮進去來舉辦 並透露初步規劃的活動內容 包含帶民眾品嘗一系列的地瓜料理 以及控窑、挖地瓜、手作地瓜圓等體驗活動 並秉持回饋社會的理念 把義賣地瓜圓的所有的盈餘捐出做公益 歡迎民眾到時共享盛舉 品嘗美味的地瓜 享受農家樂趣 有能做愛心 9個小時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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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個小時報道